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 我是郑平医师和心肌律师王丽慧 白天的时候是郑平医师 晚上的时候是心肌律师 今天来到我们 康贝机患中心专辑的第三集 跟各位介绍的是肌少症肥胖 应该要怎么处理 肌少症肥胖顾名思义 就是又有肌少症又肥胖 那这样的人在减重的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的要小心 不能够减到他的肌肉 而且我们还必须帮助他养肌肉 好那这就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来看这个肌少症跟肥胖 他其实两个像孪生兄弟一样 紧紧的抱着在一起 肌少症的人特别容易肥胖 肥胖的人又特别容易肌少症 然后肌少症肥胖这两个东西 合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容易造成这些代谢性的疾病 还有心脏疾病的风险 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 也就是说肌少症肥胖可以说 是一个比较危险性高的一种 慢性病的一种组合 它比较会造成死亡的提早发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肌少症特别容易肥胖 这个在这个发生率上面可以几乎就是说 肌少症的人肥胖可以是一般人的1.9到2.6倍 那我们看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肌少症 它并不是单纯就是肌肉质量减少 如果它的肌力下降 我们也可以算是肌少症 如果它的身体表现不好 我们也可以算是肌少症 我们再一次的复习一下这个SPPB的图表 用这些来评估诊断出来你是肌少症 这个是因为它的身体的表现不好 平衡不好 然后坐下站起来的力量不够 这一些身体表现不好也算肌少症 那当你的身体表现不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减少运动跟减少活动 那这个情形就会造成你摄取进去的卡路里 多于你消耗掉的卡路里 因此你就容易肥胖 再来就是你的骨骼肌的质量减少的时候 你的基础代谢速度也会跟着减少 因为这个基础代谢它是主要在你的骨骼肌这边进行的 那现在因为你肌少症 所以你的瘦肉不够 你的基础代谢率跟着下降 那你也就容易肥胖 因为你就囤积热量了 再来就是相关于一些荷尔蒙 这个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它就是生长激素不足 还有这些搞固酮的分泌减少 男性荷尔蒙不足 造成肌肉合成不足 先是造成肌少症 然后再来 甲状腺素 分泌不足 造成基础代谢下降 这些前端 肌少症 后端就通通都是肥胖 所以跟这些荷尔蒙因素又有关系 把肌少症跟肥胖这两个又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难处 再来反过来看 肥胖 为什么也特别容易造成肌少症 因为肥胖的时候就是脂肪量过多 脂肪量过多的时候发炎因子就会高 因为发炎因子就是在这个脂肪产生的东西 你身上的这个肥肉越多 你就越会发炎 慢性低度的发炎 因为在你的肥肉会产生这些发炎因子 包括interleukin-6 白细胞结束 包括这个tumor necrosis 肿瘤坏死因子 发炎因子 你的脂肪越多 发炎因子越高 全身慢性低度的发炎之后 就会抑制你的肌肉的合成 然后也造成胰岛素阻抗 然后胰岛素阻抗之后 又造成你的蛋白质的合成被抑制 加速你的蛋白质的水解 于是肥胖它就恶化了你的肌少症 所以这两个又很容易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说呢 一个人的内脏脂肪 是攸关于会代谢症候群 然后再来就是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最大的这些重点嘛 所以你看肌少症肥胖呢 它因为呢 它的瘦肉减少 它的脂肪增加 在65岁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脂肪可以累积到巅峰 那绝大部分就是累积在内脏脂肪 因此这群人啊 最容易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风险 因为他们的肌少症呢 肌肉不足之后 这个肥肉来囤积啊 全部都是内脏脂肪 那内脏脂肪是对于这个慢性疾病呢 是最容易诱发的一个主因 那现在我们来看说 到底怎么样来帮助肌少症肥胖的 这一群人啊 这个族群 首先我们当然是要给它低热量的饮食嘛 可是我们如果纯粹采用减肥的餐啊 就是低热量减肥餐的话 我们已经发现它减少的重量呢 四分之一啊 全部都是减到瘦肉 就是变成减肌 那我们已经肌少症了 我们绝对不能减肌啊 因此呢 我们在低热量饮食的时候 务必要搭配高蛋白的膳食 然后呢 我们讲过一般人的话呢 就是每公斤 就是吃到一公克的蛋白质啊 一天当中 比如说呢 像我的话是50公斤 我一天就要吃50公克的蛋白质嘛 可是现在我要养肌肉 一天只吃50公克就不够了 我必须要每公斤有高到1.2公克的蛋白质 也就是呢 我要养肌肉 我必须要一天吃到60公克的蛋白质 那如果我有慢性病哦 高血压糖尿病啊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 我光是吃到60公克还不够 我这个时候必须要呢 是每公斤的体重 1.5公克的蛋白质 那我就要吃到75公克的蛋白质 并且这75公克的蛋白质呢 你必须要是分布在全天 如果你吃三餐的话 那么你就分三四 慢慢慢慢的把它总体累积 这样一直到75 你不是一餐当中 把75公克的这些蛋白质全部吃下去 因为你这样的吸收率会不够好 那除了呢 每公斤补到1.5公克的蛋白质之外呢 还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是动物来源的蛋白质 现在按照这篇研究的发表是呢 它认为比植物来源的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乳清蛋白确实呢 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养肌肉 这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这种肌扫症的人的话 乳清蛋白是确实是需要补充的 那乳清蛋白就已经是动物来源了嘛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脂炼的氨基酸 我们也讲过就BCAA 脂炼氨基酸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里面的Lucine 就是白氨酸 你一天要吃到2到2.5公克 那像我个人的话呢 因为我是有断餐 所以呢我一天只有吃两餐 我在这个有在用餐的这两餐呢 我就要尽量的分配把这个蛋白质吃的够 那我个人的话呢 会使用蛋白质粉来补充 或者是氨基酸粉来补充 那么BCAA的话通常在这个 养肌肉的配方里面就已经有加进去 只是你要详细的阅读 它有没有2到2.5公克 也就是说呢一包里面的含量 如果是1公克的话 那么你一天的话 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来用蛋白质粉来补充呢 因为我个人现在已经吃素 奶蛋素 所以我是不吃肉的 那么如果我光是靠这个水煮蛋 要补到75公克的话 我们一颗水煮蛋只有7公克的蛋白质 那我也是要吃到10到11颗的水煮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我来讲是太为难了 就是不舒服 很勉强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直接补充这个蛋白质粉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蛋白质粉 那它一包是15公克 那我们就是分配嘛 在我有进餐的这个8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我想到就喝个一包 想到都喝个一包 想到都喝个一包 这样 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补充蛋白质粉的话 你的水一定要喝得够 那如果再加上你的肾脏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么请回去看上一集 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 肾脏的疾病已经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要如何的去调控你的蛋白质 这个时候你就要慎重 再来的话呢我们是要跟各位讲就是呢 除了我们的低热量饮食 再加上高蛋白质膳食之外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来到运动 我们呢鼓励呢肥胖者呢要增加neat 就是呢它的非运动性的活动 这个一定要增加 但是要养肌肉 减重的话你可以只是用neat 但是你要养肌肉的话 你一定要有重训 就是所谓的主力运动 这个是所有运动里面效果最好的 养肌肉效果最好 然后呢你还是要结合有氧运动 就是你心肺功能的运动还是要做 我们现在发现如果主力运动再加上有氧运动的话呢 也可以比单纯的主力运动再更好一点 那今天要跟各位再介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离心运动 什么叫离心运动呢 就是呢我们如果举哑铃 往上举的时候呢它是向心运动 如果我把哑铃要放在地上 或者是要放回去架子上的时候 这个提着哑铃要去放下的这个时候 它就叫离心运动 这个时候也很能够帮助你的肌肉的合成 那另外是像瑜伽 如果瑜伽我们做蛇式 我们把身体贴近地板降低身体的时候 但是把它维持住 不要整个趴下去 你就维持住 固定在一个姿势上的时候 这时候也是离心运动 那如果以楼梯来讲的话 我们爬楼梯是往上爬向心运动 往下下楼的时候就成为离心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去感觉喔 就是你下楼的时候 你就是在做离心运动 现在建议各位把离心运动也加进去 那刚刚讲了 如果我们可以把有氧运动 我们可以把重力运动 我们可以把离心运动 整个全部加进去的时候 还是不要忘记 我们曾经在基布可思这里提到过的 所谓的结构性锻炼 你要有热身 然后你要有拉筋 然后你要有有氧 再加上阻力 然后呢在阻力当中 或者是在瑜伽当中 或者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所谓的离心运动 把这些都整并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对你是最好的 那蛋白质不要忘记喔 动物来源的 目前看起来比植物来源的好 记得乳清蛋白 还有BCAA 脂炼氨基酸里面的白氨酸 要加进去 这个我们建议你就直接用补充品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